以西结书第32章 12年12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一首哀歌 对他说 你像列国中的少壮狮子 又像海中的海怪 你在河中翻腾 用你的爪搅动河水 使江河浑浊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用多国的群众 把我的网洒在你身上 他们必用我的网把你拉上来 我必把你丢弃在地上 抛植在田野 使空中的飞鸟都住在你身上 使地上所有的野兽 都吃你而得饱足 我必把你的肉丢在山上 把你高大的尸体填满山谷 我必用你流出的血 浇灌地面直到山上 水沟都必充满你的血 我毁灭你的时候 必把天遮蔽 使天上的心昏暗 永密云遮盖太阳 月亮也必不发光 我必使天上所有的光体 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 我必使黑暗笼罩你的地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使你在立国中灭亡的消息 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列邦的时候 我必使万族的心感到不安 我在他们面前向你挥动刀剑的时候 他们必因你惊骇 他们的君王也必因你非常恐慌 在你庆夫的日子 他们个人都必为自己的性命 时刻战尽 主耶和华这样说 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 我必借着勇士的刀 使你的众民倒下 这些勇士都是列国中最强横的人 他们必毁灭埃及所夸耀的 埃及的众民都必消灭 我必从众水的旁边 除灭埃及所有的牲畜 人的脚必不再脚拙这些水 牲畜的蹄也不这样做 那时 我必使众水澄清 使江河的水像油一样缓流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使埃及地荒凉 使这地失去他所充满的 又击杀其中所有的居民 那时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就是人为埃及所唱的哀歌 列国的女子必唱着哀歌 他们必为埃及和他的众民唱着哀歌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为埃及的众民哀嚎 要把埃及和强国的女子 与下坑的人一同送到地府那里 你要对埃及说 你比谁更优越呢 你下去与那些没有受割离的人 一起长眠吧 他们必倒在那些被刀所杀的人中间 刀即拔出 埃及和他的众民都要被拉下去 勇士中最强的必在阴间论到埃及和帮助埃及的说 他们已经下来了 他们与没有受割离的就是被刀所杀的人一起长眠 亚树和他的军队都在那里 他们的坟墓在他周围 他们都是被杀死的 是倒在刀下的 他们的坟墓是放在坑中极深之处 亚树的众军都在他坟墓的周围 全是被杀死的 是倒在刀下的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以兰也在那里 他的众民都在他坟墓的周围 全是被杀死的 是倒在刀下的 他们没有受割离而下到地府去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现在他们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自己的羞辱 在被杀的人中 有床为他和他的众民安设 他们的坟墓都在他周围 他们都是没有受割离的 是被刀所杀的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现在他们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自己的羞辱 以兰被安置在被杀的人中间 米社、土巴和他们所有的人民都在那里 他们的坟墓都在米社和土巴的周围 他们都是没有受割离的 是被刀所杀的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他们不都是与那些没有受割离而倒闭的勇士 一起长眠吗? 这些勇士都带着兵器下到阴间 刀剑都放在自己的头下 他们的罪孽是在自己的骨头上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发老啊 至于你 你必在没有受割离的人中被毁灭 与那些被刀所杀的人一起长眠 以东也在那里 以东的众王和所有首领虽然英勇 还是与被刀所杀的人列在一起 他们必与没有受割离而下坑的人一起长眠 在那里有北方的众首领和所有西顿人 他们都与被杀死的人一同下去 他们虽然英勇 使人惊恐 还是蒙受了羞辱 他们没有受割离 而与那些被刀所杀的人一起长眠 与那些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 发老看见他们 就必为被刀所杀的众民 就是发老自己和他的全军得了安慰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虽然我认凭发老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他和他的众民 必在没有受割离的人中 与被刀所杀的人一起长眠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